經常有人問要打多少胎器好 還是要打原廠建議的胎器 還是聽朋友說 胎器多打一點 車子轉彎一點 這個話題一直以來都爭論了很久 大家都有不同的觀點 首先胎器的主要目的是 給車胎有個資產性 無論賽道或者街道都好 原廠建議的導腦胎器指引 是為了車經過腦袋 大哄撞擊的時候 邊形量不會損毀一隻靈 再來打多些胎器 是避免車胎急急的升溫 影響車胎的耐用性 同時降低燃料和車胎的消耗 保證車廠的痕跡標示可用公里數 但是賽道要求就有點不同 一來要車胎有資產性 又要吸震 又要保持溫度 不可以讓車胎升得太快 或者損失太多溫度 因為一旦駕駛速度慢下來 車胎的溫度就會很容易被地面吸走 所以兩者的使用原則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不是打回原廠建議的胎壓數據 一定沒有死呢 我們又來看看車胎廠和車廠的指引 法拉利Supercorsa V2 賽道使用 120胎冷胎壓 29-32 熱胎壓 30-35 200或180胎冷胎壓 23-26 熱胎壓 25-28 石橋RS21 賽道使用 120胎冷胎壓 30 180或200胎冷胎壓 25-26 以上是賽道使用推薦壓力 如果你在道路上使用這些車胎 請參照車輛製造商的建議 那石橋和柏拉利呢 我完全看不到一個道路推薦壓力給你 但是車胎的耐用性和燃料消耗對你來說 如果不是一個問題的話 那車胎廠已經給了一個最大的咬地 升溫回彈的胎氣指引給你 順帶一提 車胎氣壓越大 車胎的反彈力都會越大 避震的負擔就會增加 那波又寫給車廠了 那麼逛街的話 車廠指引又是怎樣說的呢 2009年Honda CBR-68RR 重195kg 冷胎壓前 36psi 後 42psi 2009年YAMAHA R66 重190kg 冷胎壓前 36psi 後 42psi 2017年Honda NC750X 重224kg 冷胎壓前 36psi 後 42psi 2018 Honda Go-Wing 重362kg 冷胎壓前 36psi 後 41psi 由360kg 車重到190kg 車重 冷胎壓差不多全部都是一樣 不是吧 歐洲廠方面有多一點的指引 Ducati V4 單人的時候 冷胎壓前 33psi 後 30psi 雙人的時候 冷胎壓前 36psi 後 42psi 賽道使用的時候 冷胎壓前 33psi 後 26psi 很明顯一開始 車胎廠就一夜大腳把球射給車廠 車廠又用建議 胎氣壓力 射回球給你 現在那個球就在你腳底了 怎麼射好 你自己想一下吧 說回個故事 好幾年前跟幾個行家開開心心上金蘋果玩 我忘記是遲到還是怎樣了 換胎很急的 換衣服很急 輸回來就馬上開車 第一隻彎就差點了 回來一看胎氣 原來打到60psi 屌了出來 原來換完胎後沒有放回胎氣 所以胎氣壓力不是越多越好 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可以試試打60psi 看看彎有沒有利點 我們下次聊天 小心駕駛 Bye